大家好,我是双双,我们今天回娘家了 我妈妈家今天卖圆白菜 从8月份一直到现在 马上12月份了,忙了4个月 然后这个圆白菜终于能下菜了 收获的意义 对,收获了 然后1块5一斤,一会儿车就来了 我们俩回来和你能帮点忙 就干点啥,能干啥干点啥 妈妈 几点来车呀 一会儿来 一会儿来 哎哟我的妈呀,这绿油油的,真好看的 这里是啥呀妈 玉的豆角 那原来这边没种菜吗 从两天躺进 啊,从两天都卖一批了 玉苗 看这边,绿油油的,一大片的 这也太小了妈呀 今天小,大了不好卖 啊,大了还不好卖 我们东北这个叫圆白菜 也叫嘎嘎白 东北话叫嘎嘎白 你们当地叫啥 包心菜 山西叫灰子白 啊,你说啥 我说山西,管这个叫灰子白 叫灰子白 东北话叫嘎嘎白 这个理发店,天天灰子白 天天炒灰子白 我去买点菜中午了 晚上一会儿回来,咱们先吃饭 吃了饭他们也都快来了嘛 嗯,他也用不了,一会儿都在等 老妈她也没时间去做饭 然后我去买点菜 买点现成的 大米饭已经焖上了 然后一会儿回来干活儿 小鸡肉 小鸡肉 大米饭 小鸡肉 小鸡肉 吃饭,没什么一会儿你帮我再去一会儿 那我帮我再去一会儿 那我帮你一会儿 他花那钱买那一会儿 那我买我也没别拉一筒子,那我得吃是吗 那我老板就没花那钱 这种点简单的,玩是快点,玩是直接就吃饭了不 你一会儿就去啊 他还有十几羊双鸡,他都过来了 一会儿就过来砍菜了,然后赶紧做饭 对付吃一口就去干活儿去了 然后我趁这个工作带大家去看看牛 好长时间没看牛了是吧 这个棚里边的这个 胺气也够大的 比我们家那个棚里味儿还大 看看这些小牛 长得还行吗 到家两个多月 来吧,起来展示一下吧 这个牛可瘦了 但是个子挺大 这些牛现在已经喂七斤半的精料了 平均体重有六百多斤 有没有七百斤 没有七百斤 六百多斤吧 这是光有个子但是没有肉 就是在拉骨架的阶段没什么肉 看完了牛再替我前哥去勘查一下库房 看看还有多少料了 这里边应该都是玉米 然后这边是豆粕 这是九三的豆粕 然后这个是料 这个拉骨架的资料还有一吨哪 还有一吨资料 豆粕多 豆粕上次又卸了两吨 工夫长长长长 我爸上大棚了 人家来砍菜的了 然后我们先吃 一会儿去换我爸 那外老师啊 你这砍流光我只能不干 不那砍流光没也不能干 跟我说的话 你砍流光 你那先你咋头回 我带一叶俩叶 不能那砍流光 我那什么 都东边瞅瞅 东边都一叶 我告诉你这 我没打过别人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不是你的菜吗 我在这儿不好意思啊 又看你砍温高 我怕 我底下烧鞭了 啥叫烧鞭的呀妈呀 底下黄叶的 黄叶要几百点的 几百点 这是买个菜还正多说的 都来火了 温度卡的高 那一天我来我都说 温度卡的高 不是 我这儿别准 那我这儿 你这儿 得冷个几箱 得五箱八箱 你别玩了 你要不要看 我这儿的情况 不是 我把你搞的 你这烧鞭了 给我一装 带一眼儿装 带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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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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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饭都不能散 沈阳卖不了 沈阳四磨五的菜 就是南方的菜 你这好 他卖四磨五 大褂拉那个 我们拉全精卫菜 都往大连送 知道不 有这儿装箱里 都烧 这一项菜就废 都给你打回来 你要装里一个这儿了 四瓶给你发回来 这三个箱都贵钱 都这样 接着小饭都整不了 成棚菜一般 你烧鞭给我冷出来 那你冷出来 那什么 葱芽大的 那不行 葱芽大的 葱芽大的 所以就这样的 跟葱芽都冷出来 老公你小点 我给你带 不是大点小点 你就选的真大 有一箱 要三箱的 我给你带走 也给你一架 老公 你这小啊 我也得给你带走 听明白 行行 要真大的 我得给你带走 就是这有虫都不行的 我看一下 对 那压重了 我说是个 store 是,我说在干底了 诊心 好 这个好 就是它要装圆白菜的箱子 我是想01 这个是一会儿要装圆白菜的箱子 我回来就装香了 我可不是干这玩意装的香的 这边的都已经装完箱子了 然后这个箱子我都已经粘完了 我老公在这往里边贴那个地膜 温度不正常啊 头衣是什么呀 脱着嘴 要粘越耐高 我俩走了吗 走吧 妈不出来了 你不用出来 这还老多老多没砍了 这得几点能喂上牛 老妈忙活了好几个月 这一春带把夏 这点晚上估计也就卖个7000块钱 还得去了漏 还得去了黄边的 不能上车的 哎呀妈呀 真不容易 今天晚上啊 5点能喂上牛的不错了